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2007全民反同乌台中式游行,今天下午于台中式一位启程,却发生数起小争执,中台湾公民行动联盟在场高举国民党是全台最大污染源的自排,引发部分游行人员与工作人员的反弹,高喊请离开,双方一度推挤,中市警局赶紧阻隔双方该联盟直一移,国民党能举着招牌旗帜参加 为何他们不能参与,争执落幕之后,主办单位同意该联盟参加游行,这场冲突,源于中台湾公民行动联盟的成员在游行尚未出发前,拿出国民党是全台最大污染源自排,高局找蓝天不找蓝营,反空污也反核电,引起部分立场倾向国民党的游行成员的质疑,质疑他们到场反国民党,以政治退出 高喊请离开,要求联盟退出游行,但该联盟成员却质疑,这场游行能让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等人,以及市长的女参选人参加,为何联盟就不能参与,他们也是公民团体,他们反空污的立场与别人并无不同 该联盟成员陈其中强调,空气污染源是结构性问题,民进党是执政党,当然有责任解决,但不能不探讨重大污染源都来自国民党执政时代 我们没有说民进党不用这个问题,可是国民党为何能堂而皇之说,反对民进党执政现在的污染源,为了我 国民党的正当性 他强调,如果国民党不挑衅,该联盟不会针对国民党 国民党支持者质疑他们举国民党是全台最大污染源的自排 该联盟强调,部分游行成员诉求是换人做,一样也是在操作震荡议题 为何吗?是你操作就可以,我们就不能